我們在等什麼? 我們今天約了 出名漂亮和喜歡遲到的姐姐 說得好 我們今天呢 Hello 我打算… 還到了 不要說別人 一說遲到喜歡遲到就馬上到 對不起 我還是雨挨的 雨挨的 雨挨的也半個小時了 大家好 我是霍凌 我身邊這個就是灰鴻 我們今天呢 就是拍星期三的姐姐假期 謝謝 那個灰鴻呢 其實就是和我春… 春生入死 春生入死 是英國出生入死的兄弟 來到香港當然沒有太少 也要找她和我們拍一見 這間是我從小到現在的廁所 為什麼還在這裡吃呢? 這一區有兩間茶餐廳,類似這些年代的茶餐廳 但是這一間就沒有裝修過 從小到大都是原裝的 我小時候都很復古 現在香港可以找到一間這麼情懷的茶餐廳 是很難吃的 就是你吃東西,吃它的好味 但是我覺得現在吃東西… 吃情懷? 對,吃過情懷也很厲害 在樓下看到的包 小時候我最喜歡的茶餐廳 它都是這樣自己做 出爐的麵包,很熱的 那你來這裡通常叫什麼? 我通常都是吃最基本的沙爹牛麵 沙爹牛是最基本的嗎? 很基本的 香港的茶餐廳是沙爹牛麵最基本的 歐門反而我沒試過吃沙爹牛 是嗎? 我叫過最基本的,我叫雪菜肉絲米 這些是常餐 常餐,對 我沒有的,我不是這樣叫的 所以我沒有帶錯你們 沒有 因為姐姐經常吵吵鬧 你帶我去吃地道一點的食物 好,那我們現在點東西吃 好 這麼快的食物就很齊全了 為什麼還會覺得這麼像香港的情懷呢? 其實就是因為你看看那些碗碗碟碟 那些杯子都是用著以前小時候的 就是我會覺得是 即是你吃到不是太差的東西之餘 都吃到那份情懷 其實是挺舒服的 不如說小時候發生過什麼有趣的東西 有趣的東西嗎? 我猜肯定是你練完球 通常都是來這裡打凳才回家 即是我以前是足球員 現在不是 現在不是 以前是代表鄉隊 或者職業那些 通常我練球之前 我都是在家裡吃東西的 所以其實茶餐廳這個地方是 我放假才會來 因為其實正常上 你吃這些東西 是不會給你一個正常的能量 去練球或者訓練 所以其實這間餐廳給我 的感覺就是放假 那小時候是誰跟你來 我通常跟朋友 吃球有很多隊友 周圍 不是周圍 是全部都住在這裡 以前通常會跟朋友在外出水 玩玩 你說這個時間幾歲 我想十四五歲左右 我想說我們現在已經吃了主食 那我就很乖地吃了麵 還有吃了整碗麵 但是這兩個香港人 就把麵包放在這裡 其實麵包是有一個作用的 不吃的 知道有什麼作用嗎? 不知道 就是吸這個鵪裂的油 謝謝 那我想問你覺得 剛剛的沙姐牛麵怎麼樣 AV你覺得好不好吃 正常 你覺得呢? 我覺得正常發揮 對,香港茶餐廳的指標 看茶餐廳可以嗎? 我不好吃 對,其實我覺得最重要 就是沙姐牛麵 沙姐牛麵不錯 當然是餐廳的東西 有個普通 那我想問… 基本裡面的基本 是嗎? 那我想問 平時你吃的沙姐牛麵 是公仔麵還是三麵 每間都不同 有些會故意轉換了麵質 三麵 那我想問呢 你除了我吃沙姐牛麵 還有沒有吃過其他東西嗎 沒有 其實這些我也是第一次試的 那些男人真的很悶 去一間餐廳 永遠都去吃同一樣東西 即是換個角度來說 這些叫專一出色 你喜歡吧 隨便吧 是呀,姐 說到沒有 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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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先吃你的麵包 有鹹吃到甜 不如我們先吃雞皮 這個雞尾包好像挺出色的 是啊 這些麵包是絲絲的 是啊 是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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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可以說得成這樣 這個雞尾包可以嗎 可以 我也是第一次吃這裏 但我早上吃了幾下甜 要我這個教你們吃的 不,我都說我專一很詳情 嗯 但你覺得會而已 嗯 所以有時候男人和女人看的角度 真的不同 嗯 吃東西是不可以專一的 吃東西是要專一的 什麼都發脾了嗎 真的 真的不可以這樣 不可以這樣 不可以這樣 有很多時候人不試新的 但你不試新的 又怎知道好… 那樣是不是好東西呢 你明不明白 但當你吃東西好吃的時候 你就專一去吃 嗯 雞尾包嘗不嘗嘗嘗 都可以的 你都撕開了 我實測你的 雞尾包的嘗嘗就變得好 Cheers Cheers 口感是正好 嗯 你這個麵包真材實料 所以不是那些空氣麵包 嗯 它已經凍了 但你剛剛撕開的時候 真的鬆軟了 好吧 那是我嘴角才嘗嘗 好吃到嘴角都不管 哈哈 我呢 就決定死了 你那些尷尬的東西來講 真的有發生過什麼尷尬的事 或者很搞笑的事 嗯 那我講兩個吧 好 一個好一個不好 那你想聽好的先還是不好的先 不好 不好的先 OK 那這個真是尷尬的 我們那時候四、五個 來到吃東西 吃完東西 那就走吧 這次順利上算 我請了這次你請了 我們很輕提 嗯 我打算我順利賣了 你賣了嗎 就走吧 不怕了 我都以為自己賣了 走了 走了 沒有人知道 不要這麼大事 我聽 這個是烏龍的 我也覺得有點不好意思 走了 是呀 是不知道 各位 是不對的 其實你等一下下去找找 可能見到幾十年前的樣子 被人截到 此人還未買單 另外一個呢 另外一個是不好的 另外一個很開心的 那時候 09年東亞運 十幾年前 是的 我們足球獲得了冠軍 這麼厲害 那場球 踢球 可能有電視播 到搞定Kirakala 回來吃東西 然後那些職員會認得我 可能就是經過那一場球 又有看過電視 對 有燈燈電視 對 可能認得 我們這些又 很厲害 很厲害 這麼厲害 不要做壞事 知道嗎 不要做壞事 不要偷彈卡 不要不埋單 真的 記得埋單 我們還未說完 還有很多話 我們轉個場 去一間咖啡廳再聊 好 嗨 那好快 我們就來到這間 位於黃國的 土耳其飄的咖啡 是飛鴻果打案 來的 這間就是一間 很有特色的 真的挺漂亮 對 一間咖啡店 而且不是在那些格式地方 上去旁邊 我又覺得這裏有就腳 我常常都會來這裏打扔 這裏又有咖啡,又有鍋子吃 我覺得帶你來這裏就是 來打卡,又適合你 還有今天這一個甜點和我驚身 這個是芋頭味,剛才有整粒芋頭 因為我最喜歡的培茶,還有我最喜歡的蜂蜜 過來這邊不如聽聽一些入行的事 因為我現在都處於一個很迷糊 小羔羊的一個狀態 上次客人是怎樣入行 而且你明明是一個足球員 為何會被這個演藝擔誤你的足球員呢? 那就說來話長 其實因為我以前是職業足球員 當我踢一對球叫太陽飛馬的時候 太陽是一個很大的集團 其實它旗下有很多不同的東西 有娛樂公司的 那時候太陽就入住了我們的球隊 那時候黃帕糕先生其實很支持我們 他是我們的榮譽主席 所以基本上每一場球都會來看 其實你是Pubble選中的孩子? 是幸運的孩子 最初不是直接入行拍電影 其實那時候我也是在太陽旗下的模特兒公司 要先當模特兒公司 嘩 你這個笑容真的令到我有少許多尷尬 對 然後呢? 那到我真的打算不踢球了 其實你都老了 不是老 其實是當打的 但其實我自己就會覺得好像 那時候不太能看到前面的路怎麼走 那時候的教練就會比較喜歡選入籍兵 即是可能有些巴西球員 或者非洲球員 踢了七年了 可以入籍了 他們就會比較喜歡選的球員 所以我那時候就意氣難生 香港的球員就比較發揮不到 就是港隊 對 因為我自己是從小到大踢香港隊 我的目標當然是想代表香港 但是到那一刻 那個教練就很喜歡選入籍兵的時候 都覺得好像很沒人 我不是覺得國籍的問題 而是那個跟的問題 就是我們從小到大一直這樣踢上去 就是我會有一個心是想代表他回夢 香港做好這件事 對 但是到那時候我覺得 好像沒有了這個夢 我就不踢過了 也有一點鬥氣成分 是呀 接著那時候Paco就說 喂 你的樣子都 蛤 賊賊給我 我個人最賊 又不敢這麼說 我都二世祖那樣的 看我的樣子 有機會可以做 有機會可以做 哈哈 那我最主要 我會覺得其實是 是很幸運 哪一個小時候沒有發過明星夢 到你真的沒有發過明星夢的時候 突然間有Paco這個白樂 給你一個機會去做這件事 那我當然要試一下 就是這樣 是 因為其實我拍的角色 主要大部份 其實都是反派的 就是很多時候都是開槍 其實開槍是一個很 很 不同的一個經歷 正常人 你不會拿著槍 當然我們拍戲的槍 是真槍來的 但那些子彈 我們是沒有彈頭的 其實都是有那個後座力 還有火花 還有很大聲的 其實不是很多電影 是真的會拿到真槍嗎 我拍的大部份 其實都是用真槍 所以其實是 也是一個很好玩的 因為這次拍數六三更好 拿AK 直接 對 對 對 因為有一個場景是很特別的 是說我們在車上開槍 我們在車上開槍 那些聲音被焗在車內 連那個擋風玻璃都裂了 然後車子向前走的時候 我們是有些玻璃碎彈在臉上 很精神啊 對 立刻切機的時候 就立刻要玻璃慢慢滅出來 幸好我的眼睛比較細 所以玻璃碎不能入眼 不能入眼 不能入眼 對 對 說多一點給我聽 拍攝這些好笑的東西 這次我們這個劇組 有一件事是挺特別的 這次我們這部電影 取景我們回國內 正常我們拍電影 出去拍攝的時候 其實每一天基本上都是在踩 因為不會浪費時間 就是每一天都是在開工 但是我們這次這個劇組 因為很多時候可能是安排上 是不在疫情 安排上不會那麼肯定 有很多事情都是突發 正常呢 在酒店裡面 你是不會有這麼多機會 見到大家 但是這次這個經驗 就是我們很多時候可能是放假的 這次裡面有誰呢? 劉青雲 古天樂 ERRON 就是成城 然後有謝君豪 我們這群人 基本上困在酒店裡放假的時候 其實也不用約 因為其實在樓下的Lounge 就是在大堂中間 有一天, 青雲哥在樓下喝杯咖啡 跟另一位演員 我剛剛走過 我跟他打招呼 他不能回應我 因為我戴上帽子 戴上口罩 我問青雲哥他… 是誰? 然後我走過去 青雲哥, 我是灰熊 他說 不認得你 不可能不認得你 不, 因為我戲裡面 有另一個造型 然後坐下了 就開始喝咖啡, 在吹水 青雲哥原來也喜歡足球 他也是一個小時候 其實是一個球迷 他說很多他年代足球的東西 和我年代足球的東西 我們下午三點聊到 我們下午十二點 演員開始慢慢慢慢… 一見過 對, 又捉了一個 捉了一個 捉了一個 最後我們主演的一群 都被困在這裡 因為其實出發後拍攝 很少可以有這麼多房間 我們這次比較多房間 如果我出發後 只要一開風拍攝 其實你拍攝後 你就會自己坐車回家 你不會再吃飯 因為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家 很累的 對啊, 這次拍戲就是 我拍完東西 大家下班 喂, 吃不吃飯 出來吃飯 約了一場一盤吃飯 在那邊聊好戲 等等 我們在英國那時候 都是被迫 因為出足球 所以要一起吃飯 其實都不想對著你 是嗎 唉 不要經常搶人家的對白才行 不過其實我覺得英國那個 又是另一件事 英國那件事 是我們第一次合作 其實那個還不… 還不… QK QK 因為那時候也是疫情的 進行 是 而且是初見到的疫情 是 大家都有很多事情 都不懂得怎麼處理 處理不了 是 但是開心的 我覺得到最後那個結果 都是 是 不是, 會再悔悔嗎 唉 什麼時候都說家姐 你真是 懂得說話 人又漂亮 你快點吃東西吧 快點吃東西吧 今天這條片 差不多了 多謝祭福送你我的姐姐假期 多謝姐 帶我們去吃了一家茶餐廳 和一家新式的桌廢 希望這兩個地方大家都喜歡 如果你喜歡這條片 就記得LIKE 和Subscribe我的頻道 和可以FOLLOW FOLLOW FOLLOW的IP 跟著之後呢 我們就下條片再見啦 BY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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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E